疫苗之乱持续延烧 那么习院长孙昌已经出面道歉了 但是呢他也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啦 就像是呢这个办喜酒 喜宴的时候啊爆桌了 所以请大家这个体谅一下 因为客人来着超乎预期 所以就只好站起来让一下 让的呢就是50岁到64岁 这个族群的人暂时施打 只是这个苏院长呢 他用喜宴来形容 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喜事吗 你现在不管防什么疫 防疫就是形同作战 而且我这边要请教这个军医委员 就靠一句蓝银他们说的话 对啊你如果饭菜真的准备不够的话 你就不要办流水席嘛 这甭说都要叫我说 这个你不批评好像也不对 你也不小心说出实话 不批评好像也不对 那批评好像 这个我是觉得这样子啦 这当然比喻不当啦 这个施打疫苗他们办得不一樣啦 这个不一样 那还是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整个流感 同年比较的话 今年也是比较少的 那整个这个 因为大家防护的这个工作做得好 所以确实是OK的 不过有几点啦 我觉得这个政务官啊 真的要小心啦 像25%的防护力 群体的防护力 这个这个是在说什么 或许我们之前大概就愿意打的就是这些人口 愿意打就是 而且打了以后也不见得就整个流感就没了 这个流感只是说受控制 受控制 那我们打流感的目的 一个人来讲 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讲的话 他都希望说我打了以后就不会得流感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自己不要得流感 这个好像我得到资讯被宣传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变成说 我既然现在大家对这个防疫 新冠肺炎这么样紧张 相对的这种所谓流行性的东西 大家也都相对紧张 所以就有这个口罩之乱的流行病出来 那错了就错了 就应该要承认错误 那不要再太多的一些这个 好像还要再去解释 说怎么样不是我的错 即使你跟过去比 准备的这个数量都一样 而造成金脸不足也要认错 就是说你预判不对 预判错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亡羊补牢 现在怎么做 要盘点开始盘点 我们剩下多少子弹 那要投到哪里去 口罩都可以管制 疫苗当然管制也没问题 所以赶快认错 然后补救 这个才是重点 你不要搞到最后说 放任这个乱继续下去 你到时候 这个人家排队要打疫苗 都没得打 这样我说你温戏 你温戏 你备菜不够 备菜不够 不是退红包就可以了事的 所以这些恐怕 恐怕是要小心 所以你要开始盘整 然后管制 开始优先顺序要定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顺序 这个大家你要打就去打 就是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就是陈时中部长之前 讲过一句话说 我说了算 那大家都不愿意做决定 就是交给部长去做决定 那部长所做的决定 或许要有别于 过去以往的这个做法 想要这个给民众更多的方便 来或许这个社会 可以给更高的一个评价 但是你就是没有料到 过去可能25%的这个接种率 不是保护这个所谓25%就安全 不是那个问题 而是可能那个接种率 就这个样子 但是今年有可能达到40% 大家会有恐慌 所以你还是会有判断上的错误 所以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实施过去的这个 所谓优先顺序 才能够管控 最优先的先打 就比较不会有民众 这个担心的那个问题 对 可是目前政府来讲 他们并没有认了说 有没有判断失准的这个问题 可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数量 你就没有 你就跟去年差不多多 你没有特别多准备一些 好 那么追加的时机 你也就让他轻轻就这样溜过放过了 所以有没有判断失准 其实即便到现在 疾管署还是在强调 就是说其实相关的疫苗采购预算 在去年3月就已经编列了 那我们问说 今年4月不是还有机会增加追加吗 好 但疾管署说 因为这个加构程序很冗长 反而会害得这个施打会往后延宕 所以有志怎么看 够不够 我觉得都是个人说了算 我实在是很不喜欢说 百度这个事情 我讲真的 如果苏贞昌你是用百度说来讲 这一次流感施打疫苗的一个谬误 我跟你讲那你几乎整个卫福部 你比新人还不如 你比全台湾每年要几千 几万对的结婚的新人还不如 要说百度嘛 大家在座都有办过结婚嘛 每天要发帖子之前你会不会先算 大家都知道嘛 博弈你有没有结婚过 明显有没有结婚过 你没有结婚过 大家要结婚的时候要放帖子 要算多数怎么算 一般来讲就打七折 差不多是吧 是不是 我发一千张 大概有七百个人会来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 还要算到什么 还要算天气 对 冬天也比较不够 有人有包都没来 通常搞不好冬天 我们会打六五折到六折 一般的新人都知道啊 不用大学毕业啊 也不用念到牙医啦 一般人都知道 办一个桌 打七十八六五折 还得看天气 我跟你讲我办结婚那一天 刚好还是你敏然 那个自杀 被发现那个遗体的时候 我想我来只有五成 我能够怪谁吗 怪新闻之神吗 没什么好怪的嘛 你其他的桌子就是要自己吃嘛 我跟你讲啊 你拼桌 你自己就要 好加在这个李章拿棒球棒 你如果叫人哦 不好意思拼桌 阿姨阿伯阿姊你起来 那不是拼桌你知道吗 那是冰桌 你相信这些毛巨的打人吗 你叫我起来 你脚叫 那个什么 早就已经打翻了 如果一个婚礼尚且如此 你到一个卫福部 你还不应该去算好这个吗 我真的不觉得什么叫不能追加 今天最近我觉得最可耻的是什么 你犯错没关系 最近又有一堆的医生 出来帮卫福部粉饰太平 他说我们早就超前部署啦 否则怎么会有六百零五万剂 可是阿东部长自己说 他没料到会这么多人打呢 对啊 所以有医生已经出来讲说 卫福部早就已经超前部署了 所以我们知道只会打六折 所以我们先要了一千万 所以现在变六百万 所以他们老早就在抓桌室了啦 像我昨天在某个节目 就有一个医生这么说 你现在还有这种脸 可以去讲这种话啊 再来 好 我不管你有没有超前部署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是现在一定会不够 你又厉害撑 自己又要打公告 没错吧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那个广告嘛 陈时中还自己玩袖子 来给我打一个 打一个 哎呀大家要赶快来打哦 甚至都已经不够的那几天 还有这些影片在网路上播放 哎这阿公阿嬷看到 哎呀来打啊我来打 啊来时政公的我来打一个 你又厉害撑 每个都来来来来 情况不会更严重吗 所以从头到尾 更严重的是 全部都是卫福部你自己造成的 你现在有什么好粉丝太平人 所以现在 最最 我只有下一个结论 从1月到现在10月 就是一个叫时钟秀 哦 失钟time 失钟秀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秀 大家现在好静下来 你把从1月到现在的防疫 陈时中除了防疫做好以外 你再跟我讲一个 陈时中做很好的例子出来给我 来我给你10秒钟 要不要算 大家赶快想 他歌唱的不错 歌唱的不错 跟专雅文 左秀也蛮有行的 没有有行的 那条歌唱的还不错 还会牽絲你知道吗 还会抗音 好第二 没关系 军医委员跟韩兵哥既然讲的 两个做得不错 你告诉我其他呢 健保有没有做得好 还在吵啊 萊豬勒 现在的疫苗勒 我告诉各位 新疫苗比新冠肺炎更严重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 一样严重的 你给我减一 讲270个人死掉 跟7个人死掉 所以陈时中你认为哪个重要 都重要啊 你本来就应该花心思在每一个环节上面 你有没有这么做 你没做啊 因为新冠肺炎可以作秀嘛 大家关注的议题嘛 你好去作秀 好去赶快拍广告 每天还可以开记者会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不爽1450讲一句话 防疫做这么好 你们这些记者为什么还要监督陈时中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有没有 有没有在那个疾管署下面的那个 开记者会下面的那些留言 所有1450还在骂 陈时中防疫做这么好 你们这些记者还在问人家问题 耽误人家事情 有没有这个 说记者找茬 对 说记者找茬 我们如果不找茬 你们这些疫苗 搞不好剩500剂 500万剂 我觉得就有什么好讲 这个就是一个时中秀 全部到尾 从这10个月来 就是一个时中秀 陈时中防疫 破了啦 神话已经破了啦 真的不要再用作秀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整个团队 朱贞昌 逐令自知 因为你太老大心态了 一个主观管强 其他人就会变笨 当你相信陈时中这么聪明的时候 他就犯错给你看 所有各部会不断的犯错 而且每一个人在做什么动作 每一个人在做粉饰探明的动作 我跟你讲 我把林嘉隆的话套用到底陈时中可不可以用 你们这些打疫苗的 为什么不做聪明的疫苗接种者 你自己不会算哦 你自己想看看我现在是几岁 我现在55岁 我晚一点再去 我OK你先打 你觉得有可能吗 聪明的用路人 你为什么要选下午2点到5点上路 你自己笨嘛 现在陈时中这些人就是告诉大家 你们这些疫苗接种者 自己不会算哦 你不知道50岁到64岁的人那么多哦 为什么你现在赶紧去打 那这些64岁以上 你不知道自己很严重哦 你别人要别人 你在三岁以下呢 你没跟你老婆老婆说哦 爸爸妈妈我要中疫苗 你们这些笨嘛 你们不是聪明的疫苗接种者 所以呢 你跟不上我们政府的角度 脚步 整个政府的态度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陈时中这10个月来 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 除了防疫做得好 我防疫做得好 我还得回来讲 柯文哲那讲 搞不好真的是真的运气好 照邵康哥讲 搞不好运气真的是好啊 我们刚好跟反中情绪连接的那么紧 刚好后悔起来 如果把这个因素都把它去除掉 我跟你讲陈时中做对了什么 他到底做对了哪一件事情 该破了吧 不要再寄忘这一个作秀者 会唱歌唱的 阿爸会堪戏 还会堵戏的人 他到底还能够做什么